這裡沒有設立小孩生的 來牽來臨上角 這裡來建議我們館婦來設立 比較適合兒童玩樂的一個 所以一個區塊來專屬一個 類似兒童公園 兒童專區 給我們樹齊的兒童能夠來 有一個休閒還有玩耍的地方 為了讓埔里的孩童 有一個適合遊玩的公園 日前縣緣吳國昌邀請縣府 以及公所等相關單位 到埔里鎮長寿公園會堪 希望就現有公園來劃分為兩個區塊 讓兒童跟老人都能夠同時在公園內活動 來會堂我們管政府地政處 去埔里町公所 我們這個農館口 攸關人員 來我們百安利長寿公園這裡 來會堪現場 那麼長寿公園 這可以是一個市區 真的好的修閒 和立美化做得相當好 那麼登記以來 我們保里町很多家的媽媽 都建議 就是說我們要來施設 這個兒童公園 那麼兒童公園的施設 可以說還是可以讓 兒童有一個真正安全 還有真正舒適的長寿 讓他們去玩 而針對設備方面 吳國昌議員也建議 縣府 除了在老人運動空間這邊設置 適合伸展身體的設備之外 對於兒童遊樂區的區塊 可以針對日前普里媽媽團體們的建議 少一些罐頭式的油氣設施 多一些多功能啟發生新的器材 而且我們歐童的設施 一定要在安裝上 都要來兼顧 而且我建議館府 我們不要只做一些 抽樣式的罐頭設施 比較來設施 比較有智慧性的這個遊樂 而且比較有挑戰性 讓我們的孩子 可以來這個兒童公園 雖然說是比較修行來說 不過可以啟發他們的智慧 而且服務員這個運動 也減過他們的地勢的增長 這才是我們政府的未來 要推動到要做的這個方向 副委長潘英全也希望 縣府能夠妥善利用 及規劃長壽公園內的空間 讓公園能夠成為一個 適合老人運動 以及小孩油氣的場所 並且能夠多設置一些 訓練手眼協調等設備 讓小朋友們 能夠在專屬的運動空間內 得到成長 接著成為一普理採訪報道